原标题 苏联最后的克格伯掌门 曾提醒戈尔巴乔夫 为何没读止苏联解体 2000年 俄罗斯诞生了第二任总统普京 在普京就职典礼上 来自各国 各界名流齐聚普京的就职典礼 但在典礼上 谁也想不到 普京居然请来一个被叛有叛国罪的老人 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从此 这个被普京尊重的人重回人们视野 此人就是苏联克格伯前主席克留奇科夫 因参加8.19事件 被叛叛国罪 1994年特赦 普京的老前辈普京请克留奇科夫来 当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但作为同事克格伯出身他来说 克留奇科夫还曾是普京的老前辈 这层关系 让克留奇科夫参加就职典礼也无可厚非 克留奇科夫在苏联安全部门打拼了34年 称得上老资格的克格伯 他43岁时才进入克格伯任职 当时他给苏联管安全的领导人 安德罗波夫当助理 从此开启了他的克格伯生涯 克留奇科夫工作谨慎 不苟言笑 深醉的目光中总有想不到东西 克留奇科夫的工作 深受上司安德罗波夫的器重 后任克格伯秘书局局长 克格伯第一总局局长等职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 克留奇科夫又先后任安委会副主席 主席职务 并进入苏职核心领导层 这与克留奇科夫的工作经是分不开的 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 对于克留奇科夫这个人 很少有人关注他 但他却是决定苏联命运的一个关键人物 因为克留奇科夫最先掌握西方敌对目标的情报 也能为领导层提供可攻咨询的建议 但克留奇科夫在8.19事件中 却没有任何作为 有人认为克留奇科夫作为参与人员 没有尽到职责 为什么不判克格伯人员行动 如果行动了 抓捕叶利亲后 或许苏联历史将能改写 但克留奇科夫被抓时说 抓我不能点俄罗斯和苏联带来荣耀 虽然被判判夺罪 但克留奇科夫事后说 之所以不想行动 只因不想发生更多的流血事件 即使被释放后 克留奇科夫已说 对参加发动8.19事件不后悔 很多人对克留奇科夫 为什么不动用克格伯人员不理解 其实这恰恰就是克留奇科夫的爱国所在 因为克格伯没有最高领导人同意 擅自行动就违反了原则 还有一点很关键 克留奇科夫已经看清局势发展结果 即使行动也不会起到作用 最有预见的人苏联第一任副总统亚纳耶夫 曾对克留奇科夫有过评价 他是在九十年代最早遇见到苏联未来的人之一 但国家处于道德 民族及政治等全面危机时 他却没有应声 这句话褒贬都有 既有表扬克留奇科夫之意 也批评他没有起到作用 其实克留奇科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阻止过他 但并没有奏效 1991年也就是8.19事件之前 波罗的海三国最先从苏联分离出去 但戈尔巴乔夫却采取一种放任自留的方式 并没有严控 以戈尔巴乔夫的理念 他想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体制 戈尔巴乔夫放任太多 引起苏职的不满 因为只要有国家独立 必然其他加盟国都要效仿 克留奇科夫 当时就在苏联电视台中 警告戈尔巴乔夫 苏联解体的危险已经出现 克留奇科夫 作为克格伯主席 他能最先掌握各类情报 上世纪80年代末时 共济会用大量金钱 用以培养苏联利益代理人 其中这些费用里 既有出国差旅费 国际消费 即为代理人出书稿所支付的高额费用 这些被西方国家培养的代理人 在80年代后期很活跃 克格伯掌握了时任苏联宣传部长 A.H.亚科夫列夫的各项证据后 戈尔巴乔夫 却依然为亚科夫列夫辩护 连国家核心的领导层管 意识形态部门都被人收买了 最高领导人还为其辩护 除非用同伙来解释 这样的国家也没救 苏联解体后 克流齐科夫曾经悲哀的说了一段话 1990年 苏联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 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 得到了关于A.H.亚科夫列夫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 根据西方特工部门的评价 亚科夫列夫持有利于西方的立场 可靠地抵御着苏联的保守势力 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坚定地寄希望于他 但西方认为亚科夫列夫应有更加坚决和积极的表现 一个美国代表受委屠与亚科夫列夫进行了一次相关的谈话 直言不讳地告诉他 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但是在得到这一情报后 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 克刘齐科夫虽然是一个有预见的人 但他并不能阻止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因为克格伯的权力并不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大了 很多部门都已经分化或者取消了 克刘齐科即使能预见到威胁 但按照克格伯规定 他也无法阻止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带向解体 重回民众事项克刘齐科夫 是一个很有苏联情节的人 甚至有人说 他是斯拉夫人情节很重的人 普京此时让这个曾犯有叛国罪的人出现在他的就职典礼 无外乎像是人表达普京的一个目标 那就是俄罗斯要心崛起 一些苏联的东西还要保留 再一个目的就是向世界表达 他尊重每一个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 克刘齐科夫 即使在8.19事件派人行动 也不可能挽回苏联解体的命运 因为苏联军队没有作为 还有部分军队已经终于业力亲 克格勃人员即使行动 也不可能成功 因此 克刘齐科夫在苏联8.19事件中 既无奈也是很清醒看到未来的人 克刘齐科夫于2007年病逝 但俄罗斯人并没有忘记他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证 图片来源网络 《万全归原作者》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